等了很久的一个商品 一台相机 终于到货了 这得多兴奋 走嘞 Zither Harp 今天早上一早出去的话 我们是去拿到了这台相机 那就是索尼的A7C这台相机 那它发售的话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吧 因为你知道不是这种顶级大咖的话 你没有办法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 那作为零售版的话 我已经算是真的是很快很快了 那已经在今天早上一早跑去拿到了这台相机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话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那这台相机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它是索尼官方称的是 全世界第一台最小体积的全画幅单版相机 那我们现在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好的 那一共三样东西 一个呢是这个索尼A7C的本体 另外是它的这个智能手柄 然后另外一张内存卡 内存卡就先翻篇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机器本身 小兴奋啊 小兴奋啊 这边说明书 转别 这个是因为这次购买的我们叫做 它是带镜头的这个套装啊 所以它里面放了一个28-60毫米的这个镜头啊 这个是一个东西 那这个是 背带 充电器 电池 再来就是主角了 相机 充电线 好的 这个就是它所有的东西 那这台相机呢 就是 索尼新推出的这个A7C吧 很讲新推出了 我毕竟拿到也晚了一个月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小的体积里面 它硬是塞进了这么大的一个 sensor这个感光元件 那这个确实是 很厉害的 而且手感特别好 那这一次的这个 索尼A7C的话呢 它取胜就是在 它的卖点就是在它的体积 那这么小的身体里面 它放进的是全画幅的这样一个相机 那作为入门级的玩家 来说的话 你想入手你的第一台全画幅的单反相机的话 那这个是绝对是你的首选了 那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给到这样一块 就是终于终于有 这个设计了啊 翻转屏 那就你在自己vlog的时候 你可以看着自己的画面 有没有看对焦的情况啊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今天拿到的还有一个 它的这个智能手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的话不算是个新产品 因为它本身 索尼做这个智能手柄已经很久了 就是它基本上索尼所有的设备 它都能够匹配的上 那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它其实可以作为这个三脚架 也可以作为就是你vlog的时候用来 手持的这样一个手柄来使用 那具体这款相机的一些参数 或者是它的这个测评 或者它的这个整个画面看起来怎么样的话 我们会近期下一期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展示 那今天的这个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那如果有朋友想了解这款相机 更多的内容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另外因为索尼这台相机 它同样就是索尼系列里边 它基本上都支持这个S-Log2 或者S-Log3 或者另外的一些这个色彩输出模式 那作为后期调色来说的话 就会对你有个很大的帮助 那针对索尼的一些 它的这个color profile 它的这个颜色输出模式的一些 调色的这些内容 我也会在今后的这个视频当中 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好的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